开过这条路前面就是重圣山塔了 我们今天先去找露营地 这里是重圣市山塔的边上 两个寺庙的边上 这里是一个地造店 这边还有一个观音店 我们就把车停在这里的空地上 这里到山塔是非常近的 你看两边都停满了车 然后这里有一片草坪 很多车停在这个地方 停在这个草地上 这是山塔的停车场 还是停的蛮多车的 停车场的收费 小行车八块首小时 这边停车场右管 就是景区的大门口了 重圣市 重圣市山塔 这就是重圣市山塔 这是山塔的售票价格 你可以现场购买 也可以抖音视频左下角购买 会比现场更优惠一点 从这里就可以看见整个山塔了 这个是倒映池 你看上面三个塔 下面的水里也有 不过好像从我的角度只能看到两个 重圣市山塔始建于唐开元年间 山塔由一大两小三个塔组成 大塔又名千寻塔 为方形秘延式空心砖塔 是中国县城座塔最高者之一 与西安的大雁塔同是唐代的典型建筑 往山塔过来 左边就是山塔碑仪展馆 右边是出土文物展馆 再往前走就是一个大钟钟楼 边上有供游人休息的休息亭 边上还写有我们如此乐爱大礼的志 正前方一直走 这边就是南昭建吉大钟了 登上南昭建吉大钟楼 就能看到远方的观音点 喜欢拍照的朋友可以登上这个楼 能够完整的看见这个塔 很漂亮 还能够看见远方的沧山而海 这边是塔边上的民居 以白设的房子白族为主 这里是景区的分界的一个路口 坐观光车的朋友就从这里上去 欣赏上面的风景 我因为上次来过 所以这次就不到上面去参观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